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一名生物学家必须进入一个 令生物不停进化的环境研究 会有怎样的发现 今天为大家点评科幻惊悚片 《湮灭, Annihilation》 以下电影画面由Paramount Pictures提供 海边的一座灯塔在被一颗外太空陨石碰撞之后 灯塔周围的沼泽成了一个神秘X区 政府派入的11组探索队有尽无出 只有Kane队长一个人出来 但是无法说出在X区中到底发生什么事 健康每况愈下 女友Lina在官方推荐之下 同意和另外四人进入X区 发现里面的植物和动物 都在不停地快速进化中 并且结合环境中的其他基因 演变成新品种生物 这也给探索队无法预测的挑战 与此同时 探索队也发现到 他们之前的探索人员留下的录影记录 新探索队是否能够逃出厄运 而X区当中到底隐藏什么样的秘密 这是英国导演Alex Garland 继四年前的机械机X Machina之后 另外部科幻惊悚片 机械机的人创性和令人心寒的剧情 让电影登上电影试骗室的年度十大 这部Annihilation在视觉效果上 同样充分利用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变种生物和环境上 戏中人物在被灭绝的形态 也都有些许创意 只是到了最后的几场戏感觉有点零散 和机械区一样的 就是在电影结束后 仍旧能够让观众感觉到这惊悚的成分 已经有渗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可能 这是一部卓越的科幻惊悚片 但是其中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影片改编自三部曲小说的第一部 而在第二部小说中透露 女主角其实是亚裔 导演说明在改编和选角过程中 不知道女主角的亚裔族裔 选来影后Natalie Portman当主角 可惜的是近几年 人们对好莱坞刻意将亚裔角色 给白人演员来饰演 越来越反感 即使这是一个无知的错误 也凸显好莱坞长久存在的问题 而从亚裔观众角度来看 更是留下一个难以宴下的不平 湮灭 Annihilation是一部突出的现代预言 可惜也可能成为好莱坞 在肤色选择问题上的牺牲品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 还是值得强力推荐 他们通过做好莱坞 感谢观看